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就是跟自己过不去 无论如何 讲多少的理由 有多少的想法 都没有用 一定不顺 所以这两节经文 对我们而言是非常非常的 重要 而且深刻 所以念一下好不好 第十节第十一节 他不喜悦 马的力大 不喜爱人的腿快 耶和华喜爱敬畏他 和盼望他慈爱的人 这是关于我们一生当中 顺利与火 非常非常重要的关键 所以这里讲 他不喜悦 马的力大 不喜爱人的腿快 这个喜悦和喜爱 这两个字呢 其实喜悦这个字原来的意思 就是有倾向的意思 总之这个字原来的字原是倾向或者弯下 而这个他喜爱 喜悦那个字啊 就是什么呢 就是欢喜快乐舒服 什么事情会让你觉得舒服呢 所以有一些上帝 有一些是跟上帝相反的途径 相反的道路 我们叫做缓其道而行的 那么有一些是跟上帝目标方向一致的 那这是喜爱 这个字啊 这个喜悦这个字 他的深刻一点点的意思 那他不喜悦 马的力大 这个圣经真言第21章的第31节 这里讲马是为打仗的日子预备的 得圣是在乎耶和华 其实马在圣经里边 他基本上的意义就是跟战争连接在一起 跟征战能够产生基本的连结 所以我们会看到 这个他不喜悦马的力大 他并不倾向于让我们在环境当中 在生活里边去压倒人 胜过别人 你如果说在许多的事情上面 你去赢过了别人 比方说很简单的说法 就是你在一家公司里边赚钱 这个月你升级升得快 然后赚钱赚得比你的同事多 那么你自己很得意 但其实这里边就会产生一个现象 就是他很难过 懂我意思吗 这种圣户之间一定是有得有失的 所以如果是有些人 他们是以在人生当中 这个凌驾于他人 胜过他人 作为他的追求的目标和倾向 那么如果说他到后来成功了 变成天下无敌了 压倒世界上所有的人 那其实在他里面是什么情况 你得胜了 在外面的得胜 外面的比人高明 里边一点不能够满足自己的 那么到后来 他就会变成一种情形 你既然已经站到最高了 最好的 你要争取得胜 那你要去维护着你那个位置 就会维护得很累 很辛苦 而且会体力渐衰 那渐渐的你有胜就有败 这种胜败是连接在一起的 然后总有一天会被别人取代 明白吗 但每一件事情 我们都做得比别人强 当然你很容易知道 会产生什么呢 骄傲 对吗 然后这样的倾向 神不是神所要的 上帝所要的是让我们能够彼此相爱 让我们能够去扶持 那么以前 师母喜欢和大家分享的一篇信息 就是这本是最小的 上帝是告诉我们说我们伟大的就要伟小的 我们是愿意去服事 愿意去帮助 不是站在高处去压倒人作为我们的成功 而是在生命里边渐渐的丰富起来 那是我们的得胜 那是我们的得胜 这么说听懂吗 所以如何有力量使别人能够幸福 能够使别人能够快乐 那使别人能够在一切的事情上面 因着我们的存在而更好 那么他好了 因为我是永恒的 我在神的里面 其实我的好就是真真实实的 有永恒价值的好 世人的倾向和上帝的倾向相反的 所以其实这两天我和师母 或者是在家里边两个老年人相对 只有我们去讨论而已 那我们也会思想说 我们在很多事情上面 比方说教会人不是很多 那教会钱也不是很多 那我们的服事到底是哪里有什么问题 所以我们跟淑贤姐跟贵丹约了 本来是后天就想要跟大家讨论一下 你们觉得到底有什么问题没有 但是我在里边的深处 就知道上帝的倾向不是那样 上帝是要让我们里面能够成为一个 和神心意的人 格林多后书第十二章的第九节到第十一节 这是在圣经里面 这是在圣经里边人们常常看为奥秘的 但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 却是能够是能够很清楚的 保罗面对上帝的时候 他觉得他身上有刺 使他常常软弱 使他觉得说他自己比别人差 比别人不顺利 所以他就产生了这样的叹息 求主把他的刺 也就是他的软弱除掉 然后上帝给他话给他启示 他对我说 我的恩典是够你用的 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 其实这话如果你没有细细地去想 会听不懂 神的能力 但是他的能力必须要在人的软弱上 就我觉得我是弱的 是差的 但神的能力在他身上去成为 就显出他的完全来 那至少我们软弱就让人没有威胁感 我们软弱的时候就会敬重人 那我们软弱的时候 其实我们很多动作就会慢 所以保罗说 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 我好叫基督的能力复辟我 我为基督的缘故 就以软弱凌辱急难逼迫困苦 为可喜乐的 因为我什么时候软弱 什么时候就刚强了 那么这为基督的缘故 他比较直接具体的意思 就是为了做成基督的生命 当我们要做成基督的那爱 定在十字架上的耶稣是最软弱的 所以我只有在软弱 受凌辱 急难 被逼迫 困苦的时候 才会使得 我的生命更加有耐力 更加有温柔 更加有真实的那种生命的丰富度 也会使神的能力在我身上 如果我自己很强 我自己很有力气 我自己就会逞一时之勇 那靠什么事情都靠自己做了 上帝在我身上就显不出他的存在来 所以只有在人在软弱的时候 神的能力在我们身上 那种上善若水 柔能克刚 那种真正的生命的奥秘 才会显明出来 所以这一句经文就告诉我们说 这个 他不喜悦 不喜悦马的力大 这个喜悦就是倾向 所以神的倾向 不是你有力气可以去压倒人 去胜过人 不是 那不喜爱人的腿快 当然腿快就是行动很快速很敏捷 我在很长的时间 到现在为止 常常还以我自己做事情快速 那作为自己的得意 那走路好像也走得 虽然腿很短 也走得相当快 但是这种敏捷 这种速度 不是上帝所要的 上帝所要的是我们真正的 能够归于安息 所以我在 再来的主日 想要在台北跟大家讲的 就是关于如何去享受 安息 这样的一篇信息 因为你只有安息下来 你很多事情才会显出它的隐藏的奥秘的存在 那么腿这个字 它的原文 它的字根是 盈意 就是风盈满意 就是因为你这个腿快 所以你就会在很多事情上面 就好像比别人顺利 那比别人成功 那其实当快的时候 就享受不出美来了 现在有很多人在强调什么呢 强调慢时 是慢活 一个没有永恒的人 那么其实他做很多事情就会仓促啊 所以其实我自己觉得说 我的心常常很不好 就是 就是在 师母在开车 我们开车 有些时候人开车从旁边飙过去 我心中就会冒出一句话 关于可以复习 那师母这讲得比较好 他要关于可以 你要诺贝尔讲 那其实人生这样 你这抢快能够抢快几分钟呢 因为我这个过去是征魂夺秒 所有的事情都算得非常精确的人 非常非常讲究效率 讲下来的结果 他有多少的 有多少的得意 或者多少的成就呢 老实说 快啊 快走没好步 快走 快走没好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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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走没好逃 这个台湾话听得懂吗 下棋你下得太快就下不出好招来啊 那做得太快就没好逃了哦 这个做的事就不会顺利 筋胖没好歇 筋鞋没好打鞋 筋鞋没好打鞋 这就台湾 啊 筋鞋 筋鞋 筋鞋没好安 筋鞋没好安 给以前嫁 嫁出去啊 其实嫁丈夫不是最重要的 这个婆婆才是重要的 这现代人婆婆已经不管了 那从前 从前嫁 你嫁就主要嫁婆婆的 那这个婆婆跟她不好的话 她一辈子就被苦毒啊 对啊 嗯 对啊 知道吗 那些做婆婆都在笑啊 啊 那些做婆婆都在笑啊 是啊 是啊 所以我只是跟大家讲说 这个 她不喜悦人的腿快 其实一件事情做得太快就不享受 你们会同意吗 嗯 所以神不喜欢我们刚强 神是要我们慈悲 这个路教福音第六章三十六节 你们要慈悲 像你们的父母慈悲一样 他是需要我们进到一种真正的 这个心中能够享受 心中的那种油然而生的 那种快乐感 愉悦感 那么怎样才会有呢 在第十一节 其实我们在讲义上面 是把它归到第三段啊 那第三段 我们所要和大家说的 是说 我们要在教会里边得到训事 负面的这个第六节到第十节 让我们看到我们的环境 看到上帝为我们预备的环境 他为我们预备食物 赤食物给走兽和提教的小乌鸦 对不对 那么他为地降雨 用云遮天 使草生在山上 这些都是他的预备 而且他也告诉我们不喜欢什么了 接下来他就告诉我们他喜欢什么 然后我们怎样会得到 那么在第十一节 其实我称他为中心的一节 就是我们得到上帝的喜悦 比什么都重要 那刚才已经讲得很具体了 希望大家不会有误会 就所谓的得到神的喜悦 就是让我们的生命活得顺利 活得里边很舒服 很顺畅 很美好的状态 人有这个错误的迷思 常常会往错误的方向走 那么争强斗胜 以为赢了就是好的 其实赢了有些时候就是好 高兴一下子 然后里边充满空虚 那什么才会是好的呢 那在第十一节我们这个标题说 成为圣城的立场 你如何才能够成为神的城 他的一份子呢 成为上帝荣耀的见证 那城就是教会 教会就是基督的身体 也就是你在上帝里边成为他的一部分 那这些经文就是给我们一个很简明 但是非常完整的话 敬畏 然后盼望得到喜爱 得到上帝的慈爱 如果说我们懂得敬畏神 你蒙爱的立场是在敬畏当中的颂战 如果有人对我们讲好话 那讲得很不屑的样子 就是你好好问你 你贴摆没有六片不久 那这个讲得就很充满了嫉妒 那我们听起来也不会太舒服嘛 是不是 如果说人是对我们很敬重的 那么他的称赞对我们而言 当然就是宝贵的 那我们没有一个人不喜欢别人敬重他 但是人常常用不敬重别人 来想要得到别人的敬重 我讲的是一个 人世间常常会产生的矛盾的现象 对吗 而这样的现象其实是非常非常的古怪的 我们这个君子自重啊 如果我们敬重自己的生命 那我们就会敬重 就会因为敬重上帝的存在 那敬重上帝的存在 我们就会去敬畏神的 敬畏神所创造的一切 那只有在敬畏的立场上面啊 我们才会世事产生一种啊 这个产生一种珍惜 珍重的心啊 喝一杯水也好 走一步路也好 我们就敬天敬人 那么在每一个在敬虔的行动里 其实我们自己都会产生一种 这个生命有分量这样的感觉 我想说的是 其实大家道理容易理解 但是我们深刻一点去体会就体会出来了 只要不匆忙 不匆忙去做事情 当我们在做任何一件事的时候 我自己就常常会发现说 如果一忙起来 一急起来心一乱啊 东西就乱换 那如果说 当我生命是对的的时候啊 我离开一个地方 我会把纸张放好 把一些东西放得准确 放得合适 那这个是一个 对自己生命负责任的态度 因为神是无所不在的 神是万有 所以你敬畏神 就敬重自己 就会敬重环境 成于中行于外 这样说大家理解吗 而上帝所喜爱的 就是 这个喜爱就是 刚才那个喜爱 就是让你欢悦 因为 我们 这个礼拜天 这个礼拜天所讲的 其实是讲安息和敬虔 你敬虔就是大力 就是操练身体 益处还少 操练敬虔 凡事都有益处 其实敬虔就是我们把尊敬的心 用生活表达出来 这个对我们的身体是好的 对我们环境是好的 对我们自己的价值 和对我们自己的状态 就会越引导越好 泄漫人什么东西 就是好像一个人 如果看什么东西 都是用不屑的语气 那拿到什么东西 都用摔的 都用扔的 那旁边人看会怎样呢 他自己会舒服吗 如果说我们把一件东西 好好的 恭敬的 这个拿起来 恭敬的放下去 那其实在我们 在做那个动作的时候 本身就是对自己 产生一种尊敬的心意 尊敬的感觉 我这样说大家清楚吗 所以这个不是一日之工 这必须要超练 常常被提醒 那常常超练 我们才能够产生这样的生活方式 和生活态度 当然像我这样太懒的人 那有些时候就活着 就明明应该好好做 也故意把自己做得 像这个中国大陆 现在有一个生活方式 叫做葛优躺 就一个演员叫葛优 躺得非常的不讲究 其实这个对身体都不好 明白吗 所以如何才能够 让自己有敬虔的生活 那么就让自己能够舒服 这是上帝的法则 这不是上帝喜欢不喜欢 我们这样的意思而已 对吧 所以其实我们如果了解到 了解到上帝心中 在永恒里面真正尊贵的人群 在永恒里面 在上帝的面前 真正有价值的人 他就是一种敬畏 敬畏的人格 敬重人的人格 是被上帝所最敬重的人格 因为上帝对我们而言 就是一面镜子一样 你怎么看自己 怎么看神 怎么看人 你就是怎样的存在 所以我特别 用犹大叔这里的这段话 来这个犹大叔第八节 这讲到说有一些 这个不守本位的人 那么这些做梦的人 也像他们污秽身体 亲满组织 毁谤在尊位的 喜欢毁谤的人 他自己在毁谤 在高位的人 像现在我们那天 在和师母在讨论 这个国家弄得人 对自己没有安全感 没有稳定感 是因为对权柄 对权威一点都不敬重 那你对于权威不敬重 所有的权柄都是从上帝来的 其实就是对上帝的 一种冲突 那就会使自己活在 一种危险的光景里 我们如果想要敬虔度日 我们就要敬重在上 执胜掌权的 那这是无论是谁在位 我们都敬重他 那我们喜欢批评 喜欢去议论 其实是把自己 放在一个危险的光景里 因为别人看到我们批评 论断的时候 可能有两个情形 因为他也是跟你行穴一气 所以大家都讲得很爽 但他不会因此敬重你的 你解释我意思吗 那如果说我们在 在毁谤别人的时候 其实人家当时没有怀孕过来 机会当时没有怀孕过来 心中都会起戒心 就是哪一天你也会一样的 这样毁谤我吗 所以其实这些都是明明是 不好的事情 但人却常常做 所以在第九节 讲到说天使长米迦勒 这个为摩西的尸首 这是犹太人的历史当中的一个故事 为摩西的尸首与魔鬼争辩的时候 尚且不管用诽谤的话 罪责他 只说主责备你吧 但这些人竟 诽谤他们所不知道的 他们本性所知道的是 和没有灵性的 这个处类一样 那么这个是告诉我们 那么在这些事上 竟然败坏了自己 其实 毁谤的事情 就是在败坏自己 我们这里是用 负面的 反面的教材 来和弟兄妹说 说什么呢 就是天使长 面对 这个 已经堕落的天使 这仇敌在做坏的事情 他仍然不敢毁谤 我们是一个敬重神 敬畏人的 敬重神的人 尊敬人的人 我们知道 我们对一些事情 都是上帝许可他存在 有些时候我们看到 在社会上有一些 有一些为悔作歹的人 有一些作为很不好的人 那 偶尔我会 这越来越没有 偶尔我会 会兴起一种论断的心 说人怎么可以活到这个样子 但立刻就有警惕 实际上 他一切的存在 不会因你而改变 一个做 一个做做得不好的人 如果你敬重他的好啊 他为了你的敬重他 他会把他好的拿出来 一个凶恶的人啊 那你如果去冲撞他 就会把他心中的恶给触发出来 明白吗 所以我们越是用恶去对待外在的一切 越是用不屑的 或者不尊敬的态度去面对世界 我们就越让我们在这个世界上 活得没有办法让人尊敬 没有办法让人喜爱 所以然后这个因为我们到处去冲撞人 别人被我们冲撞不会舒服 我们自己也不会快乐 每一次冲撞的结果 里边都存着一些难过 一些压抑 但是因为世界上的人 大多数人被怒火所挟制啊 愤怒的火所挟制 所以难以自我控制 那一个蒙恩的人 他一定会知道一件事情 其实我所讲的 耶和华喜爱敬畏他的人 这个其实敬畏他原文啊 他的这个字啊 可以没有 可以不用 就一个字叫敬畏的 敬畏者 那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基础 然后第二个方面呢 是盼望于他的 Kesed Kesed就是 慈爱 慈悲啊 就是上帝的属性 这个上帝的属性 这个属性 这个属性主要的都表现在什么事情上面 他主要的都都都表现在一种 这个对人的怜悯上面 所以我们常说 其实这个怜悯是上帝 上帝 所最看重的事 那么因此呢 我们如果说一个有怜悯的人 我们就会用怜悯 用敬重 敬重 敬重人就使人 生命有价值 就使人 这个尊贵嘛 因为无论是任何一个人 你看重他 他在你面前就有价值 你这个藐视他 故意的去藐视他 他在你面前就不存在 那么我们其实是用敬重 才会使得我们一切所有的 显出他的价值来 懂我意思吗 对万有这个讲的有点有点深刻 但不太能够和大家来讲太多 总之盼望于他的慈爱 这个盼望就是我们生命 渐渐越来越多嘛 越来越丰富 那越来越完全 其实这种慈爱怜悯的实践 就是在爱里边生命的成长 生命的成全 如果我希望说我的爱越来越多 那我的生命就是按着神的方式 正在被引导向非常美好的光景 所以我们刚才讲说 其实我们人生 其实如果有这个神的属性 这个Keser的这个字 它原来的意思是在爱中 在温柔里边规劝它 使它越来越好 那我们如果说有这样的悟性 我们去敬重世界上的所有的存在 或者是我想要用慈悲怜悯去使人更好 对于世人而言 对于这个世界而言 它会不会它越来越好呢 老实说啊 效果有明显 因为上帝要的是我们这个人 我们里边有这个敬畏的心 和这个慈爱越来越丰富 所以刚才我们讲到 比方像我们讲的那位姊妹 他其实是因为懂得处理自己 因为身体有软弱 因此别人也不会对他有过多的要求 所以他可以活得很潇洒 但是却活得很自在 却是不知道要干什么呢 那我自己的情形 所以礼拜天有跟大家讲 我最近这些日子 就是心中很难过 那难过其实是有一个点啊 这种环瑙及菩提啊 就是这个难过 是使我去思想 说我应该怎么做才会有效 因为我们看到有许多人 有一些老基督徒 甚至于是都是牧师啊 长老啊教导人的人 那么他们没有活得很好 但已经信主很久了 他自己还在跟自己过不去 然后跟别人也产生了冲突 那我们要去怎么劝他 怎么帮他才会好呢 在我们教会里面 我们看到有一些 像我们刚刚所讲的那个姐妹 他能够这样自处我就非常快乐了 但有些人他还活在环瑙当中啊 那这个慈爱就是使得他 能够被我们提醒 能够改变的 但是这个其实并不容易 因为世界的现象就是这样子 我们看到现在很多状态 这两天这个教育部长辞职了嘛 那教育部长辞职的原因是因为台大的校长 他临选的时候有一些这个 临选有一些这个在条例上面被人家诟病的事 那么其实我们去看他们的时候 我们会觉得他们都是博士 都是大学教授 都是社会上非常有成就的人 不论人格啊学问的地位啊都非常高 对不对 但他们他们却是会仍然会有跟别人发生冲突 而使人诟病的状态 上帝要我们是成为一个完全人啊 让我们不仅是与世无争 而且是与人为善的 但是许多人几乎是在社会上面有很高的地位 那么去做教导的人仍然活得让我们不是特别羡慕 你觉得看到那种情形会羡慕吗 那么我也是因为这样子就看到 这个看到有一些 其实他们生命都有改变 生命相对而言在社会上面 在世界里边都都很不错了 是不是这样应该这么讲嘛 那当然教会里边的一些这个这个牧师长老啊 那更应该是比比普通好一些 老基督应该好很多嘛 但结果他却仍然 这个没有办法活得非常非常的自在 真实顺利 那我应该怎么看 你知道这两天啊 那主给我的启示啊 就是说什么呢 主给我的启示 世界就是这样 你要正确的去看 你要去爱的就是这些人 都是不完全的人 都是不完全的人 世界上所有的人 他本质上都有各种各样的软弱 就像保罗他说他也有他的软弱 我们没有办法去要求别人成为完全 那同时自己也不需要太完全 我说的意思明白吗 所以有几节的经文 可以让大家来思想的 这个圣经这样的话是非常的多 值得我们更深刻更完整的去理解 这个约翰福音第十三章的三十四节 主耶稣说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 乃是叫你们怎样彼此相爱 我怎样爱你们 你们也要怎样相爱 主爱我们的时候 我们不是完全人啊 甚至于离好人的阶段 有些时候都有点远 所以我们要爱那些人 就是爱那些不够可爱的人 敬重那些不值得敬重的人 那么这是阻碍我们的方法 三十五节 其实如果我们仔细的去体会 对我们也是很重要 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 世人就因此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 那这里边讲到的是什么呢 彼此相爱的心 我在忘记哪一天了 跟我们的同工们在讲 说你什么叫做什么叫谦卑 要谦卑就是谦卑啊 那这个跟淑丽那天在讲的了 那这个你觉得说你应该你要感谢 那你就是一个感谢的人 那你就是一个感谢的人 你决定要你的心啊 就是你自己就是定义自己的状态 要为自己有一个准确的命名 理解我意思吗 所以上帝并没有 主并没有要求我们说 你要活出怎样的行为来 你如果有一个要的心 有彼此相爱的心 那么人看外貌神看内心 上帝就看出我们是主的门徒 所以我们看人也是这样 不在意于他有多少的做了多少事 希望他有心 那么诗篇第十八篇的二十五节二十六节 慈爱的人你以慈爱代他 完全的人你以完全代他 清洁的人你以清洁代他 乖僻的人你以弯曲代他 那这个主是让我们知道说 我们是怎样的人 那么我们就会遭遇到什么样的事 所以我们是怎样的人呢 其实就是需要我们自己去定义 要决定我是什么样的人 决定我要成为什么样的人 我跟大家讲这是非常重要的事 大家可以理解吗 所以马太福音第七章第一节第二节 你们不要论断人 免得你们被论断 因为你们用怎样论断人 也必怎样被论断 你们用什么良器量给人 也必用什么良器量给你们 那在这里我讲说 人啊不要自己太好 你觉得很奇怪吗 不要自己太好 当你觉得自己太好的时候就会骄傲吗 你觉得自己好的时候 基本上你已经在对别人啊 产生论断了 你觉得自己很好的时候 其实啊你是完全看不见自己状况是什么了 所以我说我们不需要自己好 不需要自己认定自己好 只要我们去上帝不要你成为多好的人 因为你好不好 它是一个对比的标准 今天好明天还会更好 所以把自己定位以为我这个人格啊什么呢 都已经非常非常的优秀啊 所以我什么都比别人强 这个是神不喜爱不喜悦马的力大 这个我们是跟人比较增强斗胜 所产生出来的骄傲的心 上帝不要 那上帝要什么 只有敬畏和慈爱 就是敬畏就是说我们对人有一种尊敬 慈爱是用温柔的态度 希望别人更好 我们在这个礼拜堂没有贴上这些字 我在想说这个让洪灰和善美啊 你们找时间帮我把它做起来 就是爱就是什么 使人更好更快乐 事奉就是敬重你身边每一位神所造的人 尽心竭力使他更好更快乐 其实很多年我们标出这两句话 那其实就是告诉我们什么事情 上帝没有要别的 上帝不需要你服侍 你去敬重人 然后尽心竭力的使他更好更快乐 这个就是慈爱 所以理解吗 用温柔的方法使人更好 这是Cased的意思 所以上帝所要的就是这个 我们知道上帝要什么 这些经文至少对我而言 我觉得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当你成为这样的人以后 那我会跟你很简单的说 你的人生里边就顺了 里边就顺了 人生也顺了 你需要跟大家多做一点解释吗 因为当我们面对所有的人 我们就存着一个敬重敬畏的心 包括对自己的儿女 包括对自己的部署 那我们就看到他的时候 我们有一个敬畏的敬重的心 我们对他讲话 和他相处 就会相处的舒服 明白吗 彼此之间就会舒服嘛 然后我们潜持用志 或者是相处的方式 当然前面你要不喜欢马德利大 不喜悦人的腿快啊 不要去追求外在的成就 而且要追求的是 里边生命的更新 和关系的改变 然后呢 我们对待人的时候 就一面是用敬畏的心看他 一面是用慈爱来带他 用温柔 用谦卑的方式啊 帮助他越来越好 那这个 你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人 人们跟你相处 一定会处得很舒服 对吗 那你的人生 被上帝所喜爱 你在所到的任何一个地方 自然都会顺畅 其实这些道理 基本上我们都知道 但是如果我们没有非常深刻的被提醒 我们不会知道他的价值有多高了 我想跟大家讲的是这么一件事情 因为他是非常非常值得 非常有价值的 我相信大家可以理解 十二节十三节 耶路撒冷啊 你们要送赞 送赞耶和华 西安啊 你们要赞美你的神 因为他兼顾了你的门栓 赐恩给你中间的儿女 那么这首先讲到耶路撒冷和西安 我们在别的地方都讲过 耶路撒冷就是神的城 西安就是各种的不一样的人格生命啊 能够聚在一起和睦同居的地方 有一个平安 而且美好的地方 那么我们再要做什么呢 要做的就是送赞和赞美 就这样而已嘛 在某一个定义上面来讲 也就是说狭义的来说 当然教会可以做很多事 但送赞或者是赞美 是最主要的最重要的功用 我们今天开张名义跟地上说 其实哈利路亚人 就是在宇宙之间最高贵的一种存在 那你懂得去赞美人 其实一方面你是看到他的好处 享受他的美 赞美就是你会享受他的美嘛 所以因为你会享受美的缘故 你的人生就会活得很美 这样会同意吗 那么你要享受 享受外在的 因为一切都是从神来的 所以我们懂得去送赞神 赞美神 送赞耶和华的存在 那赞美神 这就是我们使我们生命 这个成为哈利路亚人 越来越美好的原理 那当然我们知道说上帝要什么 当我们生命顺了 那开始进行这样的行动 那么就会产生在第十三节所说的 因为他兼顾了你的门栓 赐福给你们中间的儿女 在这里原文 因为他兼顾 兼顾就使你非常稳定 非常非常的可靠 那门栓它是两个字 你的门和你的栓 我们礼拜天和地图那边讲 城有城墙 城还有城门嘛 城墙就是很基本的样式 它没有什么特别的价值 而城门是最丰富 最环华的地方 我们许多人会成为 基本上都是城墙 但是你要不要成为城门 这是我们礼拜天所讲的 所以我们成为城门的话 其实就是我们借着尊重人 借着把福音传出去 那使人能够经由我们 来进入神的城 当然门也有保护的作用 也有隔离的作用 让人啊 这个门除了门拱以外 还有门嘛 还有门栓 这个门栓 其实就是一个链接器 日本人讲一句话 说孩子是父母的蝴蝶叶 说孩子是父母的蝴蝶叶 那个蝴蝶叶 现在我们余师父蝴蝶叶 我们其他的名字怎么讲 蝴蝶叶 就是门的 叫什么 这个蝴蝶叶 后面日本人讲究蝴蝶叶 不是,门栓是门栓,我在讲我们伏蝶业这个 角链,叫角链,问我们设计师应该明白,叫角链 这个叫伏蝶业比较像嘛,儿女是父母 就是门扇和门框的角链,这样明白吗? 你必须要有那个角链,那必须要能够活,但是必须要连接在一起 所以儿女是父母的门的门栓,可以有这样的一个理解的意义 但是门栓呢,其实他这个原文在以赛亚书第十五章 十五章的第五节,他翻译作贵咒 其实门栓也是这个门的结构当中很关键的部分 非常非常具有关键性的位置 所以我们要成为神的门 那也可以成为神的门当中的关键的人 不见得是做非常大的事 但是只要我们是属神的儿女 我们门栓这件事情啊,其实它就好像我们讲的一个角链 它是一个连接器 这个门栓原来就是连接器那样的一个部分 那么使得彼此之间能够连接 这个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九节 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 因为他们必称为什么?神的儿女 所以在这两节经文 他告诉我们说我们是我们属神的人 我们一方面我们要做颂赞和赞美的事 一方面要发挥门和酸的作用 然后我们自身以及这个门和酸 可以理解为我们自己和我们的儿女 对照化 那也就是说使得艺人的后裔啊 能够被保守 能够被珍惜 能够被恩待 这个非常非常基本 而且重要的作法 所以我要说的是两面嘛 一方面是颂赞和赞美 对吧 一方面要成为神的门和酸 那么上帝就会赐福给我们 赐福这个字原来 它是敬拜 跪拜的意思 就是我们会在上帝面前 跟他有非常非常好的连结 那么就会产生 这个十四节和十五节的结果 就是他要使你的境内平安 用上好的麦子使你满足 十五节说他花命于地 他的话搬行最快 那么境内满足 这个境内 它一个意思就是每一个人 有每一个人的界限 我们的人生啊 上帝给我们量定我们的界限 那么从前的人 他一辈子可能 他只活在一个小村里面 认识一两百个人 现在整个世界是我们的界限 那如果你是一个属神的人的话 你的界限就会跨越到永恒的国度里面去 但是如果我们按着前面所说的 你是一个敬畏神 然后仰望他慈爱的人 成为神的门 你的境界 他就会十分的平安 然后用上好的麦子使你满足 这个上好的麦子指的是什么 我想我们都很容易理解 那就是我们生命的粮食 主就是我们生命的粮 对不对 而这里讲的是上好的 这原文这个上好这个字是 原文是子游的意思 子游就是使我们享受的 主的话 对我们而言就是一种享受 就是一种里面的满足 每一次听到主的话 都让我们产生一种 人生真的是充满盼望 充满快乐 充满美这样的感觉 那么是又拆遣他就用下面说 他发命在地使他的话搬行最快 那原文是他拆遣你 用他的命令拆遣你在地上 而且会很快的去显明他的话 那这是讲的是什么呢 我们的人生就会有使命感 人生就会有使命 领受到上帝的命令 让我们在今生今世可以做非常 这个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 美好的荣耀的事 所以在这一段经文 也就是这个 第十一节到第十五节 这讲到我们在教会里边的 被培养 然后在教会里边一点一点的成长起来 让我们从其中体验到 成为神的成 他的真实性 以及他的感觉 首先我们也会知道 上帝喜爱什么 以至于让我们活好 我们可以用颂赞赞美 颂赞耶和华赞美神 来充满我们的生活里 然后使我们的这个门栓 使我们的儿女都能够蒙福 使我们的环境能够平安 然后得到神的上好的话 而且得到他所花的命令 使我们的人生在地上 能够有非常非常快速 非常有效的人生果效 那么今天我们只能够停在这里了 感谢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